中歐關係冷卻 北京碰了一鼻子灰 華郵說 思路文件指美國掌握另外4個間諜氣球 為長期作戰準備 普京簽署新徵兵法 太緊張了 武漢大學生洗鞋2個月賺8萬 中共試圖書寫抗疫史 從數國人新冠記憶 中國公布人均傳款數據 一發民眾熱議 新聞熱點 我是魏寧 以下詳細的新聞內容 在15日 中共外事辦主任王毅 在北京同道訪的德國外長 貝爾伯克舉行會議 王毅以中共支持過 東德和西德統一為由 要求德國支持大陸和台灣統一 美國國務院前中國政策 查顧問余茂春直接點出中共外交理念的漏洞 根據中共外交部網站的通報 王毅表示 中方希望並相信德國會支持中國和平統一大業 台灣回歸中國 是二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至路發稿時間為止 只有中共外交部披露了部分 貝爾伯克和王毅的會談內容 德國官方尚未發布相關的消息 針對王毅突然拋出的支持東西德統一論 美國智庫克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立即指出 中共支持的是東德西德共存 而不是統一 而且都給予對等的外交承認 與現在中共想要武統台灣不同 德國統一經過兩國人民的民主銀行 沒有任何一方橫漫霸道武力威脅 余茂春發推文表示 中共到現在仍然正視朝鮮和韓國的政治制度的回憶 而給予對等的主權承認 中共外交理念的虛偽和武力由此可見一斑 余茂春過去曾經詳細讚文 解釋中共奪佔台灣決心背後的虛偽 他說中共外交往往沒有原則可言 中共在1992年背棄了它的朝鮮盟友 在外交上承認了韓國的一個平壤一個首爾政策 同樣地中共在外交上承認西德的同時 也和共黨統治下的東德維持官方往來 就在前一天和中共外長秦剛召開的聯合新聞發布會上 貝爾伯克表示反對武力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 呼籲各方不要升級緊張局勢 對此南卡羅倫納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分析 最近法國和德國都對華訪問時候兩國的態度 他說法國總統曾經表示就是不願意介入台海事務 並成功地從中共拿到160架飛機的訂單 而德國外長告解中共不要在台海動武 因為這樣涉及到國際安全 中共一直在試圖離間各國歐洲國家 希望不要和美國站在一起 現在看來法國有所屈服 德國呢還沒有被中共就是講收買成功 歐洲會不會以後和中共脫歐呢 我們現在還看不出來 但是歐洲各國似乎在這個台灣問題上 可能和美國有些分裂 《華盛頓郵報》在14日 從Discord聊天室中發布的大量機密文件圖片中 獲取美國未經報導的絕密 《Top Secret》的情報文件 美國情報機關知道 另外有多達4個中共間諜氣球 事緣洩露大批美國政府機密文件的 空軍國民警衛隊隊員 特謝拉在Discord聊天室洩露的一份文件顯示 今年年初飛越美國的中共間諜氣球 被美國擊落的一個星期之後 美國政府仍未識別它所攜帶的一系列 傳感器和天線 第二份絕密文件說 另一個氣球在之前未報導的事件中飛越一個 美國航母打擊群 第三個氣球在南海墜毀 根據第三份文件顯示 中共高空監視氣球在今年1月下旬 侵入美國領空的事件 或者令到中共政府一些人措手不及 該文件評估說 中共軍方對這次氣球入侵事件的了解可能 嚴重封閉 缺乏對監視氣球計劃的監督 該文件補充說 中共政府中的一些人 認為它外交部對危機的反應不力 令該危機引起轟動 美國官員之前說 中共軍方已經運作做一個龐大的監視氣球項目數年 其中一部分是在海南進行 美國政府可能對中國氣球的能力缺乏了解 而被洩露文件中的一張照片顯示 其中包含東莞領空搖錦科技有限公司的標誌 和中文文字靜態平流層星座系統 指的是可以作為衛星通訊和觀察的替代物的氣球網絡 在15日 普京簽署了一項新的徵兵法 允許當局向被徵兵者和預備役人員發出電子徵兵通知 英國國防部認為 新徵兵法很可能是普京為在烏克蘭長期作戰做準備 政兵通知將會被送到一個政府的門戶網站 根據新法 一旦對被徵兵者的電子通知出現在這個門戶網站上 就會將被示威已經交付 並開始生效 被徵召者如果無視電子通知 一個星期後 將會被依法宣布為逃離徵兵 駕駛執照將會被暫時吊銷 並無法離境 以及無法獲得貸款等 在俄羅斯去年9月的軍事動員期間 男性居民逃離他們的註冊住址 不在徵兵信件中簽名 以此來逃避徵兵 而這個新法倒上了這個漏洞 當俄國政府批准了提高徵兵效率的法律時 外界就開始擔心 更多的俄羅斯公民 可能很快地被徵召到烏克蘭作戰 英國國防部在推特上說 新徵兵法極有可能是為普京提供軍事人員的長期方式 因為俄羅斯預計在烏克蘭的戰爭會是長期的 俄國居民伊林牙對CNN說 這是第二波徵兵浪潮 在第一波浪潮中 他們利用警察突擊首部被徵召者 很多人不喜歡這樣 所以現在他們正試圖炮製一些不同的東西 中國就業形勢嚴峻 一些吹噓創業致富的新聞 屢充熱手 飽受輿論質疑 綜合六媒報導 近日 武漢東湖學院大三學生小張受訪時說 自己幫同學洗鞋兩個月賺8萬 投資勢收獲頗風 上游新聞14日說 記者調查發現小張的店面面積大約25平方米 店內有一張前台的桌子 兩個鞋櫃 一台半自動的洗鞋機 機器旁邊是一個水池 還有一台脫乾機和控乾機 女店員介紹說 洗鞋主要靠小張和她的同學 以及請來的洗鞋師傅 望過來的時候她也會幫忙洗 店內一天要洗七八十雙鞋 但在記者採訪的過程中 沒有人進入店內諮詢 武漢市洗的行業之心人士介紹說 該店洗鞋設備簡陋 沒有辦法和專業洗鞋廠的設備相比 兩個月純利七百萬 不符合市場行程 大陸網民吐槽說 一天收取和洗滌七八十雙鞋 不太現實 這是收破爛擺地攤養豬至富故事的續集 中國官媒近期頻繁炒作高學歷的年輕人 放下新段創業報復的個案 比如夫妻擺攤日入九千元 女大學生收破爛預入過萬等等 大陸各媒體平台強推 脫下好月幾的長三收費物 不再心慮的報導 說河南博養一名九五後的夫婦 持去高薪厚職下鄉賣費物而致富 當事人宋女士在微博發聲明 說他們是迫不得已選擇廢品行業 明言父母公書教學不是讓我們脫下長三 呼籲公眾不要被輿論盲目引導 女澳學者李元華曾經在《大紀元》說 中國嚴峻的就業形勢 政府束手無策 不惜造假為年輕人灌雞湯 南卡羅來納大學艾學商學院教授謝田分析說 中國產業鏈轉移 導致外貿和出口導向性的企業 大幅減產、關閉或撤離 造成非常嚴峻的就業問題 今年還有超過一千萬大學畢業生 湧入就業市場 到時候整個社會的壓力更為巨大 《華爾街日報》13日開文說 該報查閱發現 中國三十多個省、市或區 通常每季度發布一次的 屍體火化數量的官方報告 要麼就消失了、要麼就沒有按時更生 有個城市甚至抹去了 2020年初以來的相關記錄 最近幾個星期 中共政府一直在阻撓上海紀念 封控一周年的紀念活動 去年3月上海開始封控的短視頻 連同其他很多相關內容的社交媒體貼紙 都被很多當地人轉發之後遭到刪除 在上個月 上海普通市民開始在社交媒體上 轉發一年前收到的封控通知 一些人在貼紙中直言 不忘記、不原諒 上海政見交易所官方網站 最近公布的年報中 一些企業根本不提新冠疫情或新冠病毒 即使清零政策 讓這些企業蒙受了財務損失 而中國三大航空公司說到財務虧損的時候 說它的虧損是由地緣政治衝突 或是高油價造成的 流行費學家估計 中國死於新冠感染的人數 在100萬至150萬之間 中國衛生部門公布的死亡人數 只是大約8.4萬人 其中大部分發生在取消清零之後 中共政府表示 這些數據不包括最近在醫院外死亡的人 報導查到去年第四季度 中國十多個城市的火化數據是空白的 遺體火化數據的缺失讓估算難度大增 南京市從2020年第一季度以來 發布的每一份報告 都刪除了遺體火化數這個項目 根據大陸第一財經結合中國央行 地方統計局公布的信息 近日整理出的一組數據顯示 中國各省市自治區 在去年的人均住戶存款方面 有顯著的差異 其中北京和上海的人均住戶存款 分別達到近27萬和22萬元 浙江、江蘇、廣東 就是超過12至10萬 而在21個省市自治區的人均住戶存款 就不足10萬 其中最少的西藏只有3.73萬元 消息傳出之後 在輿論挖然 一位鄭州的網絡播主 在網站bilibili上發視頻表示 鄭州人均存款是6萬多 6萬多 雖然很多人達不到 比北京的27萬人均存款差了多少 差了4、5倍 是什麼概念呢? YouTube時政評論播主 恐老頭蘇老頭表示 在北京和上海之外 確實有地區收入差 似乎這裡設計出來 一種出生就是不平等的問題 這是認為設計 是戶口限制的結果 移居住在中國大城市的人表示 自己實際上 根本沒有20多萬元的存款 在說到北京人均住戶存款 達到27萬元的問題的時候 一位北京的網友表示 報警了 我為什麼丟了20多萬呢? 必須幫我追回來 交到我手裡 不然 就給專家保給我 也有網友說 自己的存款根本沒有那麼多 表示自己 連個零頭都沒有賺出來 時事評論人藍述表示 人均住戶存款較多的北京 長三角 廣東等地 事實上有不少 之前中國房地產業 高額房價的獲利者 而目前 表示自己在大城市 存款不足的人 或者是 很多是沒有分享到這種 紅利的年輕人 他說 這種平均存款 當然是不反映年輕人的存款 這些存款 應該至少是 四五十歲以上的人 因為年輕人 沒有分享到 中共房地產政策 在過去20年裡 迅速增長的這一期紅利 然而不管中國百姓存款的情況如何 相比世界其他國家 中國人活得相當艱辛、可憐 YouTuber財經冷暗表示 數據說說 中國人活得到底有多可憐 剩餘價值都被中共拿去了 人均收入位居世界倒數幾位 但工作時間就是世界最長的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